台北縣板橋稍早所傳出來的氣爆意外 那麼是發生在京華街石巷裡面 同時造成了兩個人受傷 送到醫院去急救 現場連線記者徐華川 帶我們來關心華川 好 這期外發生在中午12點鐘左右 當時兩名工人正在防火箱 裝飾了天然瓦斯的管線 沒有想到突然一聲轟然巨響 導致兩名工人當場是受傷倒地 當時對目擊者也看到整個過程 是非常的驚恐 現在說之前目擊者是怎麼說的 很大的工人 你相信有發覺到嗎 他們裡面 我有拍片 挑一聲很大聲 薄材的大聲 那邊的人在發發得很大聲 我才會緊張緊走到後面看 那後面看 已經黑 已經很嚴重 那個黑的都已經沖滾了 這個湯不進來 就是在後面 我在熱水汁那裡 那裡就說 都開了 買了之後 我就很... 就是看了聽說 我的加速湯 那個加速湯沒關 對啊 我的工人都在那裡 那裡的工人都在那裡 那裡的工人都在那裡 好 如果 我跟這個務擊者表示 很有可能是兩名工人 沒有做好安全措施 忘了通知 防火箱裡面其他事故 在施工的時候 千萬不要使用瓦斯 但沒有想到呢 沒有通知的結果 就是李法院正在開熱水 幫客人洗頭的時候呢 開始了瓦斯之後 就造成了這些意外發生 不過幸好呢 這兩名工人都受到二度的灼傷 分別只有9% 和4%的小面積灼傷 目前都送往醫院急救 沒有生命危險 以上是來自 像中心情 再把時間交換棚內